有一種錢是放保險箱有一個最大好處 隱密性極高 就是檢察官你看查到現在查了一個多禮拜 才查到保險箱 因為保險箱非本人也可以開 有可能這筆錢 會不會有可能 不是我的 會不會有可能是別人也來可以開 電影裡面常常有這個情節 就是說透過保險箱 A放B0嘛 對 透過保險箱交這個贓款 對不對 就是我跟邱敏玉講說 在某某銀行哪一個保險箱密碼是多少 你自己去拿就好了 我補充一下 二三十年前 不孝警方跟業者對不對 就利用三溫暖進去的時候 不是要掛個 有置物櫃 金面子是不是 用這個來交換匯款 是不是 有可能就用交換的方式 所以我說要不處理的錢 那不是 但是放在那裡的錢 是要不處理的錢 所以不是我的 也有可能會誰 因為它的隱密性極高 所以不容易被查到 一般正常的理財方是 不會有把錢放在保險箱 所以這個錢到底是什麼錢 這有待警方證實 不過我覺得檢方蠻厲害的 能夠想到保險箱這一層也不容易 我剛剛很無聊查了一下 第一銀行的話 陳佩琦他們家附近 有一家分行就有保險箱 哪裡 就在中下東路二段 我剛剛想說奇怪 就在中下東路二段 跟杭州南路口 不是大安區那邊有 他們家不是離大安區那邊比較近嗎 但是那附近的銀行 因為保險箱不是每一家分行都有 那離他們家最近的 就是他在給他兒子那間房子的附近 杭州南路跟中下東路二段口的 第一銀行分行 那一家就有保險箱業務 所以是不是放那一家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這樣繼續查下去的話 會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柯文哲他的 個人的那種所謂的信用度 會越來越低 因為錢被越查越多 而這個過程對柯文哲來講 是絕對不舒服的 對民眾黨也不舒服 因為這有點像零遲的感覺 就開始查到他可以解釋 慢慢當錢越查越多的時候 他們現在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了 因為公司前面那ATM 就已經講了四次了 ATM你看 ATM則是民眾黨有幫他 陳佩琪講過嗎 沒有 從頭到尾沒有人幫他解釋過 有一次 就是不曉得爸爸還是媽媽的 首尾錢那一次 那就講錯了嘛 對不對 講錯了嘛 從此之後他就閉嘴了 後來就不講了 後來就不講了 因為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爸爸還是媽媽 那好 現在保險箱的錢又跑出來了 那怎麼辦 民眾黨 他已經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他們現在解釋的方法就是 把那些點出問題的人 一一解決掉 這樣就不會有人點出問題 他就講說你泄密 你泄密 泄密媒體 同一開始的所謂的司法打壓 政治迫害泄密 對不對 那現在誰點出問題 誰就是變綠營側翼 大概就是這個套路 小平哥也是綠營側翼 對他快加入民進黨 因為我一直想說 這個科學理性物質 應該是這個新一個時代的開始 怎麼會一直出現這種保險箱 ATM 這種比較LKK的 又存錢方式 最重要的是USB 因為最近不是有說 USB裡面不是有1500嗎 對不對 除了查到這個檔案之外 現在懷疑說 是不是有虛擬貨幣 因為最近大家一直在講說 這個東西 柯文哲有多麼樣重視虛擬貨幣 多麼樣重視USB 最近大家有知道 那是不是USB裡面可能有查出什麼金額 可能金額也是大到嚇死人的部分呢 目前這個還有帶檢方去證實 不過如果它那個隨身碟裡面 我在想被警方扣到的那個 應該不是所謂虛擬貨幣的金鑰 因為它裡面有Excel檔 通常你如果是放虛擬貨幣的金鑰的話 通常裡面不會有其他檔案 它就只是一把鑰匙 然後你插在電腦或是手機裡面 可以把它打開 它就是一個解密的金鑰 所以我想被警方查扣的那一支 應該不是 但是其他有沒有 我們就無法確定 那的確現在可能很多犯罪的人 會覺得說用這個所謂的虛擬貨幣 不管你叫比特幣 泰達幣或以太幣 可能是天衣無縫 但是你錯了 其實它都可以被查到 為什麼 可是它只要用別人名字申請就好了 不容易 還是因為虛擬貨幣 雖然它叫虛擬 但是因為你只要是有流通的貨幣 它一定有路線可查 買賣紀錄 對 你只要有流通 它一定有路線可查 所有的不管是我們習慣的貨幣或虛擬貨幣 不被查到最好的機會就是這個錢都不動 不動你就不會被查到 一旦動它一定有機可行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 不動要放在哪裡 水溝裡還是什麼之類的 放保險箱就是一個好方法 不要動 可是剛剛一上課不是說 如果是不動的話 可能是還沒有弄乾淨的錢嗎 因為一般來講 一般人現金不會放保險箱 因為第一個保險箱也放不多 因為現金很佔地方 通常保險箱會放珠寶 或是說一些可能文件 黃金 我剛好不放去銀行 ATM每天都在跑 兩天都在跑 我幹嘛直接送電梯 但是有一種錢是 放保險箱有一個最大好處 隱密性極高 就是檢察官 你看查到現在查了一個多禮拜 才查到保險箱 因為保險箱非本人也可以開 有可能這筆錢 會不會有可能 不是我的 會不會有可能是別人也來可以開的 電影裡面常常有這個情節 就是說透過保險箱 A放B零對不對 透過保險箱交贓款對不對 就是我跟邱明玉講說 在某某銀行哪一個保險箱 密碼是多少 你自己去拿就好了 台北車站A二門 我補充一下 二三十年前 不孝警方跟業者對不對 就利用三溫暖進去的時候 不是要掛個 置物櫃 晶電子是不是 用這個來交換匯款 是不是 有可能就是用交換的方式 所以我說 你會不會處理的錢 那不是 就是放在那裡的錢 是會不會處理的錢 所以不是我的 也有可能會誰 因為他的隱密性極高 所以不容易被查到 一般正常的理財方是不會有 把錢放在保險箱 所以這個錢到底是什麼錢 這有待警方證實 不過我覺得檢方蠻厲害的 能夠想到保險箱這一層也不容易 我剛剛很無聊查了一下 第一銀行的話 陳佩琦他們家附近 有一家分行就有保險箱 哪裡 就在中校東路二段 我剛剛想說奇怪 就在中校東路二段跟杭州南路口 不是大安區那邊也有 他們家不是離大安區那邊比較近嗎 但是那附近的銀行 因為保險箱不是每一家分行都有 離他們家最近的就是他在 給他兒子那間房子的附近 杭州南路跟中校東路二段口的 第一銀行分行 那一家就有保險箱業務 所以是不是放那一家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這樣繼續查下去的話 會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柯文哲他的 個人的那種所謂的信用度 會越來越低 因為錢被越查越多 而這個過程對柯文哲來講 是絕對不舒服的 對民眾黨也不舒服 因為這有點像臨時的感覺 就開始查到他可以解釋 慢慢當錢越查越多的時候 他們現在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了 光是前面那個ATM就已經講了四次了 ATM你看 ATM的是民眾黨有幫他 陳佩琪講過嗎 沒有 從頭到尾沒有人幫他解釋過 有一次 就是不曉得爸爸還是媽媽的首尾錢那一次 那就講錯了 對不對 講錯了 從此之後他就閉嘴了 後來就不講了 後來就不講 因為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爸爸還是媽媽 那好 現在保險箱的錢又跑出來了 那怎麼辦民眾黨 他已經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他們現在解釋的方法就是 把那些點出問題的人一一解決掉 這樣就不會有人點出問題 他就講說你泄密 講到泄密媒體 從一開始的所謂的司法打壓 政治迫害 泄密 對不對 那現在誰點出問題 誰就是變綠營側翼 大概就是這個套路而已 小平哥也是綠營側翼 對 他快加入民進黨 好 所以你看 沒問問小平哥 對 我們要害小平哥 我們注意人不是要開除他黨籍嗎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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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